秀林鄉富士村太魯閣族文創產業園區舉辦回鄉知藝工作成果展 培育秀林鄉優秀的工藝師 齊許可以打造屬於在地園民文化和藝術創作 每個星期五、六有織布展演還有DIY體驗 園區也提供鑄馬解說 歡迎民眾可以立定現場來體驗太魯閣族的工藝之美 秀林鄉長王文革表示 秀林鄉工作一直以來對推廣太魯閣族文化產業不餘力 秀林鄉擁有美麗的自然生態景觀 崩培的人文鼎韵 也重視文化傳承以及藝術的推廣 每天辦理各項公益培訓課程 補助在地社團辦理公益培訓計劃 培育秀林鄉優秀的工藝師 取其打造屬於在地圓村文化藝術的創作 我希望往後的一手都是如此的 也都是如此你在 我們曉得他上場的 就是這一塊和文化的創生 這塊最後就把身體建築 謝謝 真的很感謝你們公所 這個 用這個平台 更多 更多的資歷文化 以及創業的 這個 有自知識 為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們鄉長就是為我們原住民特別的 要一個記憶 所以說我們不能 把這個傳承移過下來 也好感謝鄉長 我們能夠這樣持續我們這個心情 我在鄉國鎖的時候 就是我們鄉長 我們文化的創生的時候 從那一刻 就開始治理我們的文化 所以一直做到現在他鄉長一樣 他的成果非常的非常多 我也是希望我們說 這個文化 我怎麼開始 過去我的 我的姻 我的奶奶 也常常在做的 我聽得懂 他知道我們是可以的 真的 什麼做傳承 從故事開始 就做到傳承人的一個實力 這一次最大的光景是 在那邊 沒有他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其實是 我要故事之前 鄉公所給我兩張 那成品的東西 除了那一張 他們是大的 兩位 所以看看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去弄 後來 鄉公所給我 他的六位小朋友 最後來說 我知道是小朋友 一起合作 努力 然後去呈現機密的畫面 140年回鄉之一公益成果展展期 從幾日起開始一直到2月25號 而展覽作品有傳統型地製支部 家常備單 阿高烏斗 傳統地製基劇 烏捧 一支獨秀競賽作品 以及竹馬原生種生態體驗區成果 每週五六都有支部展現以及第二位體驗 原期提供竹馬解說 也歡迎民眾清零現場 體驗太魯克主的公益之美 今天的節目到 今天的節目到